在出訪江港民主共和國和南蘇丹的時候 教中方制國發出了反對經濟殖民主義的強烈信息 稱這是一種新型奴隸制 他說經濟發達國家選擇冒視自己的不公 在行程的第二天 教中聆聽了江港民主共和國東部戰火中受害者的見證 戰爭持續了25年 並導致300萬人受害 他們將代表施襲者的物品放到十字架旁邊 以象徵他們的寬恕 教中方制國和受害者一起祈禱 這些物品包括開山刀、徐仔 甚至是來自婦女被強姦的地方的地戰 在南蘇丹教中強調了婦女的角色 他們儘管面臨暴力 但仍要照顧和養家糊口 他說他們是國家的未來 這些女的母親和女的 是要改變國家的 他們會獲得正確的機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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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會獲得生命 他們會獲得能夠改變 南蘇丹和平大公祈禱聚會中 教中方制國 連同聖工會坎特伯里總主教韋爾比 以及蘇格蘭教會長魯格林希爾茲提醒南蘇丹人 成為基督徒意味著 要對和平作出明確的承諾 主持人為之民 有战争和威力 反映了神父 而拒絕了祂的聖誌 祂愛你一人和別人 如我愛你 這就是耶穌祂的命令 反映了一種旋律的觀念 以上是《教中方祭國》第四十次牧靈訪問的重要訊息 這次出訪具有強烈的大公主義元素 因為天主教、聖公會和蘇格蘭教會 聚集了南蘇丹一半以上的基督徒